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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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他就是一个接口了 然后那这四个东西的话还是仍然一样的 或者叫object 然后这个咱们text 然后这个text 然后这个text 然后别的 这儿 它其实差不太多 但是下面还有不一样的 好 然后咱们把这个东西给实现一下 它就是实现 然后我们添加一下未实现的方法 ok 填麦方法就是进来了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都改一下 这儿不用改了 然后的话再继续往下边 我们往下边 然后我复制一下 不不不 这个是它 然后把整个复制一下 好 然后这儿叫myreducer r educr 然后这个也是一样 然后这儿继承的就不对了 r educr reducer ok 然后后边的话 这边咱们这个就不能叫它了 就叫text 嗯 卡普它是一样的是吧 我们有的那个输出 然后这边我们把这个方法给去 去掉 然后把它这个实现一下 好了 然后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别的 你看这里面的啊 key value 然后这个以前叫contest 是吧 这儿叫output 然后这一个叫report 以前这两个都放到contest 里面了 一个是查看报告信息的 是吧 另外一个是我们这个输出的 它用的是叫收集啊 那我们这儿也是一样啊 stng 然后等于lan 然后等于这个value.2 是这 是吧 然后这个我们可以用这个stng stng token ok 等于st 然后等于6一个stng token ok 然后把这个东西放进来 放进来 ok 切分 然后为了循环一下 使循环一下 好 使循环一下的话 那么st 还是more 这个也行啊 然后呢 我们就把它写出去 用史实写的话 就用output了 output点上collect ok 6一个text 然后呢 我们等于这个叫st点啊 st点上 lext token 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等于6一个text text 然后等于1 加上 好 可以了 ok 那就是写出不一样啊 写出不一样 然后这里面也不一样 这上面这也不一样 然后下边的话 我们再来继续啊 下边的话 下边怎么写啊 这个 你看一下这儿 它也是不一样的啊 这个里面的这个 它叫itlitter 那以前的这个的话叫itlabel啊 这个叫itlabel ok 这两个点是不一样的 那这怎么去写呢 那我们仍然也是一个counter counter啊 counter 然后等于0是吧 然后这个在负循环 你觉得行不行啊 咱们看一下负循环啊 负循环的话 它是不是拿不到啊 所以说咱们这个是不成的啊 这个不成的 那这个不成的话呢 我们应该怎么来写这个东西啊 来写这个东西啊 那所以说啊 我们这儿的话又就用well 也是用死循环啊 ok 死循环 但是我们上面的这个控制条件 用什么呢 就用values啊 就用value values 点上这个haslet 它有没有下一个啊 有下一个 我们来怎么做啊 有下一个的话呢 咱们就是counter 加等于是吧 加等于什么呀 integer 点上pass 然后这个里面应该是value点啊 vrues 点上 next 有lex的吧 点上 图示军就可以了 ok 好 然后继续往下边 下边的话就可以直接输出了 output 它应该是啊 output 然后点上我们的这个collect 等于 key的话就是以前的key就行 然后这个等于6一个text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counter啊 加上就可以了 好 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map和reducer 就算是写好了啊 呃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跟它下面做一个驱动man方法 ok 那man方法和我们之前写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啊 其实前面的都差不太多configurations cf等于6一个啊 configurations ok 然后我看一下啊 configurations ok 好吧 呃 然后我们把这一段跟它复制过来啊 嗯 ok 那这个不用都行啊 不用都行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边写 下边的话呢 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先跟它踹一下啊 踹一下 ok 咱们到这里边来写 这里边那job conf 它叫job conf了 就不叫job了 ok job conf 注意啊 全是短包里面的 ok 那我们导的这个 这个 这个一点差老外面的这种 架包了 我们导的都是包名 都是一个mapper类的啊 叫job 叫gc吧 或者job吧 就叫我们job 然后这个呢 等于6一个job conf ok 然后我们把这个配置文件给它 好 这样就ok了 得到我们的job了 那job和以前一样 还是set价拜class 然后等于这个 O的API.class ok 然后呢 我们再往下面来啊 job.set 咱们的这个mapper mapper mapp mapper class 哪个 这个 这个等于这个叫myreducer mymapper ok 然后点上class ok 然后这个等于job 点按set output key class 等于text 点上class 呃 然后这个也是一样 job.set 我们的这个output value 等于text 然后点 class 好 然后这个 注意这一个叫fail inputformat 是吧 我们把这个failinputformat 短包啊 短包 注意是短包 长包 它要报你错啊 点上add input pass 然后等于job conf 然后就是咱们的job 然后6一个pass pth 然后等于0 args 是吧 0 ok 然后啊 把这个 可能换到这来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job.set reducer class 等于这个myreducer 然后 然后job.set 什么呀 这个output value 是吧 output 这个output key class 然后等于这个text 那我们上面设置错了啊 点class 这儿设置错了 那他就不应该是这个 应该是setmap map map output key map key 然后这个也是map output value ok 我们把它直接复制下来吧 ok 好 那这也是job.setoutput value 等于什么呀 text 点上一个class ok 然后job.file file output format 点 不对 output format 短包 然后把这个去掉 然后点上一个什么呀 add 点上一个set set output pass 等于job 然后等于6一个pth 然后等于什么啊 ajs 然后等于1 ok 好 这些都完了之后 那我们准备提交 那提交 提交 提交的话 这儿它就不再是我们以前的直接jobl 两外的for 而是采用的是jobl clint gobclint c c nt joblclint 等于gc 等于6一个 joblclint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joblclint 那我们把这个给他 把jobl给他 ok 然后等于gc 点上一个啊 gc 点上一个 其实咱们这儿了 就已经把它给提交了 已经把它给提交了 只不过我们要判断一下这个状态 点上 run 我记得 run jobl 这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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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提交 这个是先得到一个用它来提交 把这个jobl跟他提交上来 然后这个等于一个什么呀 我们看一下它返回的是一个run jobl run jobl 然后在这里面呢就有状态啊 run jobl 等于rg吧 等于ok 等于这个 把包打回下 它也是一个短包里面的啊 好 然后这个的话 我们就可以判断它到底是否成功啊 rg 点上 get 这个我们的一个stater joblstater joblstate吧 等于joblstate ok 然后这个它返回的是一个inter类型 inter类型 然后一直ok啊 好 嗯 这个我们返回去一下啊 啊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直ok啊 这个jobl 你可以到这里面来看一下 呃 我看一下这儿啊 嗯 实现 你可以看一下它实现get value啊 ok 然后这个value这儿啊 这儿value它其实这几个字啊 一是一是正正在运行 二是这个成功三是失败是吧 ok 那我们这边要它等于二啊 啊 如果 我们这个 呃 一是ok 很等于二 那我们就是什么呀 就是说 直接退掉就行systm 点上一个什么呀 一个z等于二 等于零啊 否则的话 1x 1 然后我们这个systm 点上 一个z 等于我们的1 就是一场退出啊 好 这样的话就算是结束了啊 咱们的这个东西就算是结束了 别的话就没有什么啊 别的话就没有什么了 呃 那我们来这个尝试一下 尝试一下 我们把它运行 运行下 好 我导一下包 然后有一些不同的啊 所有的东西都是导在一个短包 你注意一下 叫map read的 然后另外map阶段有三处地方不同 六十阶段有一处地方不同 两处吧 这个和咱们的这一个 呃和这一个这个啊 然后这个这个里面有大概有三四处地方不同啊 首先这个 首先这个 这个 然后还有我们的这儿的提交 这个 ok不一样啊 别的都差不多啊 好 然后把这个拉过来 好 打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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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拉过来之后呢 我们再次来试一下 呃 这边 提交一下啊 ok 把它这个退一下 然后我们把这个 这儿我们都变一下啊 ok 然后等于这个 42 ok 42啊 然后这个等于 咱们就叫第一把 就运行第一里面的东西 然后这个等于把这个跟它包拿过来 把这个拿过来 我们测试一把 ok 然后等于43吧 咱们这个往后退一下啊 所以刚才这个啊 我稍微改了一下啊 之后我也稍微改了一下 就是那一个啊 然后我改成这个样子了 你们可以下来直接尝试做运行试一下 然后改成这种样子了啊 就是把两个我们这个太急于那种思路就是受限制了 就是说那不等于哪个 然后再不等于哪个 然后这两个当中 只要有一个等于 然后跟它取一个飞啊 就可以了 你们可以尝试一下啊 但我这也没有测试啊 直接就改了 啊 好 我们这个来看一下运行完事啊 运行完事之后呢 我们仍然来看一下HDFS HDFS DFS-RS 然后是out上面的43 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它又有什么区别啊 又有什么不一样 你会发现它这个文件啊 文件都还不一样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件是不是都不一样啊 以前不都叫part-r-000 是吧 现在它不一样了 现在我们HDFS DFS-CAD 然后现在它是part-0000了 是吧 直接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啊 看一下结果 对不对 那是进toklider的话 他默认用这个type件啊 空格了 接下来给你做切分的啊 当然你也可以指定 ok 那这个的话大概是没有问题 签锋是四个 一直是三个是吧 ok 我们就验证这两个就可以了啊 好 那我们这个的话就说到这儿啊 以为他是一个老板的啊 这个遇到的机率的话 有的公司在维护的话啊 可能会遇到 ok 那我就说这么多